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說 小新班上 學生有52人 我把這個方形代表什麼呢 代表那個 小新班上的人 這個有52人 總共有52人 參加數學測驗 試體A 這個叫試體A 試體A 這個 有ADC 有ADC 三大體 答對A則有37 這是有37人 答對B則有20人 答對C則有25人 答對AB的有20人 AB的話這個有20人 答對AC的這個有16人 B則有16人 B則有13人 那三題都答對的有5人 所以你要從後面推回去 有5人 答對AB的 有多少呢 答對AB的有20人 這個部分有20人 所以這15人 那AC的有16人 那AC的有16人 AC16人 這5人嘛 所以這11人 然後現在呢 BC的有13人 BC13人 所以這是8人 這總共37嘛 37減多少 減掉 20 31 20加11 31 所以這6人 那這個 這個是20人 這全部20人 奇怪 答對 答對B則有30人 答對B則有30人 那總共減 這個是28嘛 2830 30減28 這兩人 僅答對B一體的只有兩人 那答對C則有25人 這全部25 這個是16 16加8的話呢 24 那總共25 所以這有1人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他要選 則 A 恰對一體則有幾人 恰對一體的話 就恰對A 恰對B 或恰對C 恰對A的話有6人 6 恰對B的話有2人 恰對C的話有1人 所以這是9人 他這裡說是10人 所以是錯人 這樣看B選項 三體都答對的 三體都答錯的 三體都答錯的 就外面這裡 現在這裡總共幾人呢 總共有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37 37 37加這三個 加多少人 這三個的話是8加2加1 11啊 所有48人 至少對一體的 有48人 所以全錯的有多少 全錯的有52 減48 全錯的有4人 所以B選項是對的 C 至少對兩體 至少對兩體就這個 這個 這是對AC兩體 這是對AB兩體 這是對BC兩體 至少對兩體的就這個 48人 所以B選項是對的 20加到 加19 20加上多少 11加89 所以39人 至少對兩體的有39人 所以他說38是錯的 這樣看D 至少對一體的 至少對一體就這個 48人 所以D是對的 這樣看1 恰恰欰地 恰恰A一體 恰恰恰A一體的 就是6人 這個E是對 所以這頁必要選BD跟E 所以答案是 BDE